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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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去游石澳的学坠 看看香港的第一座灯塔 行山远足并不单单只是一门行路的运动 我们可以透过行山 寻找香港的历史故事 感受前人的努力 了解历史 珍惜现在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我 私生活 对上一共三条片已经吃了很多 今天要运动啦 出发 港铁 沙基湾站 A2出口 巴士总站 搭9号巴士去石澳 學咀 这日是假日 早上9点半 已经排了长龙等巴士去石澳 有部分巴士不经学咀 巴士的门口 是写明经学咀才好上 下车之后 会见到通往行山路线的入口 学咀道 9号巴士我们搭过好几次 行龙隻就在土地湾村下车出发 去石澳和大浪湾两间露天茶座 和另一个海角 石澳大头洲情人桥 之前都全部拍过片 今次的路线 就现在地图蓝色点 由鹤咀道走到另一个海角 看灯塔 铅鱼骨标本 和两个天然景观 雷阴洞 蟹洞 全程大部分为平坦石屎路 沿途风景优美 可以看到香港岛和其他来岛的景色 我现在手指指的是 以前一个军事设施 是一个机枪堡 或者炮台之类 我搜地图是一个炮台 而这个地方夸住的位置 地图显示是石矿墙 看过对面是赤柱 近镜影像赤柱监狱 撒 exist 刚才提过的军事设施 现在这个位置又近了点 据我们委领队就说 这个是一个机枪堡 虽然极有历史价值 但对于不是太有经验的行山人士 就不建议下去 因为该路段难度高 路不明显 要爆临下山 学了有不少的军事设施 可以看看其他的 白色圆形的就是洪山半岛 走到这里见到指示牌 左边去发射站和卫星通讯站 领队说那边没什么看 我们沿右边去 发射站的禁区范围是不可以进入 远足人士沿着这平坦的妖道而行 就不受规管 走到顺发梅菜园 我们就停下了一阵 还没开门 就回头再买 在梅菜园再走过一点 就到鹤嘴村 有士多 有豆腐花 烧买那些买 我们就还没肚饿 回头再又是 从起步到这个位置 大概走了三十分钟 沿左边往草地旁的小径继续走 走到这个分叉路口 如果要去看灯塔的就走左手边 右边是海岸保护区 我们走完左边之后会回来再走右边 到了第二个分叉路口就走右边了 同时也都见到一个木牌就写着右边去灯塔 没多久灯塔就出现在眼前 鶴嘴灯塔又称为德己立国灯塔 是香港第一座灯塔 亦都是香港现存五座战前灯塔之一 在香港海市史上都占了重要的地位 远于1875年落城启用 于2000年被列入为历史建筑 再于2006年被列入为法定古迹 灯塔由花岗石砌成 门上方布满几何图案 加上塔身是纯白色 好有希烈灯塔的感觉 成为鹤嘴其中一个打卡热点 灯塔的周围都很多地方是缘崖 那走走的时候就要小心点 不要走得太蚊 看完灯塔之后 回到这个路口就走左边 在这个铁闸旁边有条小路 走出去海边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灯塔 不熟悉 网店 嬉礼 什么 看来 日子 这就是 儿子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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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到一些军事设施 这个是一个炮台 再走过去就有些荒废的堡垒 连以前的军人用过的厕所都有兴趣 这些一格格的 听闻说有机会在军队挤弹药的地方 在荒废的堡垒绕了一个圈之后 就向着这条路下回去了 来到这个位置就要说一下 能否认得这个分岔路口 是第一个分岔路口 在左边那里有条灰色的栏杆 我们从那里下回来 大早到第一个分岔路口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 左边去灯塔 右边去海岸保护区 现在就去海岸保护区 去雷阴洞和瓊鱼骨 右边去 海岸保护区是为了 保育海洋资源和科学研究 以及教育关于爱护珍贵的海洋 保护区由鱼龙自然护理署管理 并由岸上的香港大学 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协作管理 现在我们看过去就是这一所研究所 在研究所的前方放置了一副瓊鱼骨标本 这条瓊鱼是1955年在维港割浅的一条瓊鱼 会先经过雷阴洞 便会见到洞口有很多人站在这里 这是鹤嘴行山路线著名的海石洞之一 受到海水侵蚀而成 我们这一日来就刚刚水退 如果水涨的时候 那些浪撞击洞壁就形成很巨响 所以叫雷阴洞 很多人会走进洞里 跟那些拍打浅起的浪花合照 不过要记得注意安全 好了 看完了 回出去 不过这条瓊鱼骨 在2018年山竹台风集港的时候 已经将它严重损毁 我也是在瓊鱼骨下面的说明牌看回来的 走过少少就是蟹洞 我初初以为蟹洞有蟹竹 也是一个天然海石洞 受到多年海水侵蚀之后 就形成一个形形 就像一只蟹一样 所以叫蟹洞 四个打卡点走完大概是五公里 这条路线是要沿路折返的 一共大概十公里 在鹤嘴村里面吃豆腐花 还有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间楼 好了 以这几碗豆腐花 作为这条片的完结 拜拜 好 谢谢大家